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就被打脸了 会得阻挡 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从清华毕业的人就很平庸 有意会走散,爱情会变淡 只有数学不会 不会就是不会 哈喽大家好 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天然姐的频道 来大猎老师介绍下一季 我是1995年从贵州省考到了清华大学 我还没说我才三岁 2002年毕业了 然后就在北京工作 2016年我们创办了现在这个小麦编程 就专门教小朋友编程序 有没有人想跟天然姐一起学编程的 我们一起找他报个班吧 怎么样 大人不付钱 但是大人要签灵魂协议 你学什么的当时 我是学精密仪器 我记得你们清华有黑话 精密仪器是修表的 对修表的 还有修锅炉的 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喜欢计算机 然后发现我这个机械方面我学不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物理知识对我来说太难了 就力学啊 这些我都没学太明白了 那你咋考上清华的 主要靠别的课 报的志愿是建筑系被调剂的 他们说清华建筑系最好 然后林徽因是吧 对啊 梁思成啊 然后那就报最好的 万一弄人了 清华有这个好处 它就是宽口径的培养 说什么课都要学 什么激光电算都得学的 计算机是本来就应该掌握的 然后发现 这方面我还比较喜欢 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 已经变成一个程序员了 2002年是第一次互联网泡沫 对 阔灭之年 眼看着上一届毕业的同学拿的高薪 到我们的时候 突然间这些工作岗位都没有了 然后去了一家做电信软件的公司 我们那公司给运营商做宽带的系统 在那里工作了四年 当然也是我觉得四年的时间 能够积累的更多一些 因为四年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一个像样的公司了 开始游荡 对 自由职业 那时候觉得好像自由特别重要 自由的排位排得高了之后 就产生了错误的选择 因为我当自由职业所的决策的依据是完全错的 什么依据 就是我们发现公司的销售 他们去接了一个单 40万的一个项目 我带着我们的小团队 一两个月你能搞定了 我们才花多少钱就能搞定 然后这些钱为什么都要分给销售 分给老板 一种天真的强法出现 对 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去干这事 用不着40万 我会非常有竞争力 我觉得我羽毛已经丰满了 有啥我什么都会了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就被打脸了 就被遭受社会的毒打 对被打脸了 不光是关系 就是信任度 一个个人是见你不起的 对 人家信任这个公司 他不会跑 对 所以你是那种厚脸皮的人吗 脸皮其实开始挺薄的 后来就越来越厚 然后现在特别厚 你觉得这事能练 能练 至少你可以变麻木 所以你是认为像这种断了脸皮去销售的事情 你如果能做团队的话 是不是还是找一个天生擅长喜欢的人更好 如果有 那当然是非常幸运 但实际上你不可能遇到这样的 因为有这个能力的人 他自己就可以干 对吧 当时说你从那个企业跳出来的时候 你说为什么要分钱给销售 那经过这么多年毒大 你认为 销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 我也这么认为 最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对 所有人都可以消失 销售是必须存在的 考研不考研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一个挺大的纠结 尤其现在你也知道 和你当时还真有点像 就是那个就业形式不太好 对 所以很多人就想说我考个研 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读研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吧 多数人也读不上你们清华的研吧 所以呢 涉及到这个 你会觉得整体来讲 建议什么样的人去考研 就以你们理工科这种专业性比较强来看的话 如果有能力在本科毕业 就获得一份工作 那其实不太有必要考研 对 那和我先发一样 对 但然而事实是很难 对 所以可能考个研之后再去寻找工作 会容易一些 如果有条件 如果家庭条件也可以 然后这里的条件也可以 我建议还是读个博士 有一些让我不想去读的原因在 可能不想在国内读 我担心我要花很多精力来学英语 第三个就是我害怕写论文 非要写一个什么SCI之内的才能毕业 所以你是那种运用型的人是吗 不是写成文章型 对 毕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提拔我当博士了 什么博士 对我们的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很冤博 然后非要称呼我方博士 我实在没法推迟 这就是清华人的骄傲 就算没有博士也仿佛博士 仿佛是个博士 然后还是求知 求知的这个感觉要有 对 不读博士不妨碍我持续的 对这也是现代的一个好处 对 是的 如果当时不选择四年就出来 你以一种对世界天真的理解方式去单干的话 你如果能回到那个时间点 你会做什么样不一样的决定 那可能会选择一个大厂 给自己贴一个更好的标签 然后就在大厂接着往下混 那是另外一种选择了 如果你选择那样的人生 那你就承担那样的不愉快 我觉得那个肯定并不是非常愉快 那你为什么重选会那样选呢 在当时的那个幼稚的那种状态下 不是这个方向的幼稚 就是那个方向的幼稚 难道还能有更成熟的选项吗 我觉得这种代价是必须付的 否则你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这点也是 这是我最近做这个频道的 刚刚意识到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会分享很多职业经历 或者不同人遭遇的坎坷 但我后来发现当然会给大家一些帮助 但是整体来讲很多人生的坑可能是得自己踩 也不能不可能完全避开 而且直路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人生其实就是迂回的 你的终点不就是躺在病床上吗 或者躺在墓碑里头 那么那个小弦才是你永久的家 不过我还是同意你一开始说 就在很多时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第一份或者第二份工作能在一个大厂 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你下一份工作很有帮助 但其实如果从你个人的能力来讲的话 你的第一个经理人那是决定性的 因为我很多我的下属都这么告诉我 第一个遇到的经理人是我 是他们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我前一阵子遇到一个男孩子 其实已经超常发挥了 到了一个医本县 然后他说他要复读去什么中本 或者说我也认识那种中本的 然后连考两年就为了进清华的 整体来讲你会觉得 为了考一个有名的大学 为此而复读一年 你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值得 毫无疑问的值得 当然你得考得上 考不上就是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出来被社会读大 考不上就好好的生活 把这个平静一直带着 如果你一直保持这种镜头 保持四年以上 最好能保持二十年 那你的人生和你这会儿 有没有考上清华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我相信持续的努力 因为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因为很多从清华毕业的人 就停止了努力 然后就很平庸很平庸 游荡了几年之后 就有朋友叫我一块儿入伙 做游戏工作室 就变成了一个游戏设计师 那个游戏做到一定的时间之后 就累得不行了 就是进入了非常压力 非常大的状态 就离开了游戏团队 放下工作 然后开车车带着一家山口 做了一次还中国的自驾游 几个月吧 一万五千公里 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都走了一下 那时候你孩子还挺小 是不是 三岁 我记得以前在知乎上 看过一个问题 一个妈妈说 我能不能不让我孩子上幼儿园 就是带他就是环游 然后我们在底下 一众人都劝阻他 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也不是清华爸爸了 就是妈妈跟他娃相处 到底是好不好 其实很难说的 在路上就有不停的有朋友 打电话 就我们公司这个研发项目 快不行了 快来吧 来救救我 然后就去给人当救号队 把一些项目给带上路 然后把它毁灭了 也认识一些新朋友 挺好玩的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是挺想在三四十岁 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职业状态的 但是就像你说是有人来找你 这东西不太像你能毛腿自荐的 别人怎么知道你的 其实自由职业非常锻炼人 自己做的话 你那单兵做的能力会超强